另外今天是歌手邓丽君去世四周年的接日 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歌迷都到了国内 这些歌迷们带了上千朵紫玫瑰 到邓丽君的墓园去表达祭拜追思之意 而邓丽君的妈妈在现场观看不但不觉得悲伤 反而表示心中非常安慰 四年前的今天邓丽君因为气喘去世 不过他的歌迷似乎从来没有让他离开过 我现在每天听他的歌 觉得很感动 包括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歌迷 今天都来到了邓丽君的墓园祭拜 香水百合和紫玫瑰的花香 加上了熟悉的歌声 让大家陷入过去的记忆当中 日本的歌迷不分男女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来自大陆的贺顺顺更是格外珍惜今天的机缘 很多那些大陆朋友他们给我打电话 他们说我好羡慕你 你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他说希望你的花大一点 每一颗每一颗都代表着我们这些歌迷们对他的一群怀念 邓丽君的妈妈静静地站在墓园的一角 看到歌迷爱护邓丽君感伤的心情也不禁油杯转喜 国家对他有好 这些歌迷啊 每个地方的都对他好得不得了 我就是心里很开心 不论是少女时代 军服装扮还是成熟的巨星 他就这样一直被歌迷珍藏在身边 理了你人生太枯燥 理了你世界太无聊 一张小小的卡片 倒进了台湾歌迷的心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点到台湾歌迷的心声